任何的強制全民檢測 即使會有一些限制市民的出外活動 我們一定會照顧到 或者讓市民可以自己照顧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 同樣地又有些人在傳聞說金融市場會否有影響 所以我們昨天也很鄭重澄清了 在這些工作裏面 我們一定會照顧到香港特殊的情況 這個全民強制檢測有四個指導性原則 第一是要做得徹底 所以跟2020年9月的社區普及檢測一定不同 因為當時是願檢盡 所以這並不是今次全民強制檢測的目標 今次是要做得徹底 第二是要做得快速 因為越拖得來可能它在社區裏面傳播的風險就越大 第三是要有序 第四是要有效